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右眼有點腫 因為我剛剛睡醒 整個樣子都很腫 今天就要試吃一個 我覺得 聽起來都挺噁心的 食物 就是之前貓和Liu都試過的 但這個牌子就不是他們吃那個 這個牌子是 他們吃那個之後才出的 貓說 覺得這個應該可能會比那個 我不知道因為我沒吃過那個所以不能比較 但味道不知會怎樣 其實Julick我是很喜歡吃的 即食麵我也不抗拒 由於我是剛剛起床 肚子是非常空 現在是一個肚子餓的狀況 人在肚子餓的情況下 會覺得什麼都好吃 所以我有機會會覺得 它是好吃的 現在先開封它 它裡面是會有包 應該是朱古力醬 然後有包這些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配料 好 現在我處理它 好 經過三分鐘已經把麵煮熟了 現在就落到麵裡 蠻好吃的 真的是朱古力醬 給大家看看就是這樣 麥相其實也不錯 像是豉油 豉油撈麵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吃朱古力 也有吃朱古力薯片 朱古力配薯條 我也覺得很好吃 朱古力的甜和鹹 是可以配合到的 但是這個朱古力撈麵 真的不知道會怎樣 看上去麥相非常棒 很緊張 會不會真的像貓所說的 那麼不好吃呢 好了 早餐 我覺得 好像可以 我覺得是好吃的 我覺得是 其他即食麵的話 它本身是鹹味的 但是這個即食麵 因為就這樣 用水 把麵 綠熟 然後倒水 我倒水倒得很乾淨 然後在 沒有味道的麵上面 加朱古力醬 我覺得早餐 其實我覺得又不算是怪的 只是我覺得 人呢 把朱古力這件事 想得太 不能跟其他食物 配搭一起吃 所以才會有那個奇怪的感覺 但不知道是否純粹我個人接受到高 我就覺得 好吃 但是 我突然不小心吃到那些配料 然後那些配料是鹹的 然後我就覺得 有一點點 不是很適合 不過呢 我剛才好像開始吃到第三口 我開始覺得有一點點 扭 是有一點點寡的 這個感覺 吃的時候我覺得它好像有一點點 變得不好吃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 我吃第一口的時候我覺得 挺好吃的 可以繼續吃下去 但是現在吃到第四口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 不是很想再把它吃到肚子 我的反應是跟Yuma一樣的 Yuma又一開始覺得好吃 但是吃一吃 之後 味道是 不知道想怎樣 對 不知道想怎樣 終於找到一個形容詞就是 不知道想怎樣 我想再加一種材料 但是不知道可以加什麼 加水果 應該很恐怖 加cream 應該也更加恐怖 如果有一個鹹的肉 例如火腿或者腸筋 或者午餐肉 會不會好一點呢 我先喝一口水 好了 再來 喝完水 喝完水之後吃了一口 是會覺得好吃的 這個麵非常奇怪 平時吃朱古力是會很開心的 但是我吃這個朱古力拌麵 是完全沒有開心的感覺 這個 我好像想 作嘔 為什麼會這樣呢 它從我覺得好吃 到我覺得不好吃 時間實在太快了 我不要吃光了 我突然覺得很飽 我覺得不可以浪費 但是我真的怕我再吃下去 我會想嘔 嘔 嘔 這個還有一口 真的不可以吃下去了 好了 對這個朱古力拌麵的評語 是 我不會再吃一次 其實這個即食麵 就是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入了一間便利店 不小心發現到它的存在 然後我就貪得意買來試 然後結果就是 現在這樣吃到 有一點點反胃 啊 我一天被胃了 好了 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這個朱古力拌麵 如果你有試過的話 你是試我吃這個 還是貓和牛吃的那個版本呢 不知道你們覺得 好吃還是不好吃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覺得這個朱古力拌麵 好吃的人有多少個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我現在每天都挑戰 晚上10點上傳新的影片 大家記得訂閱MIRRORS GARDEN 如果想知道 多點關於我日常生活的話 可以follow我instagram和facebook 那我們在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